我们把车停在学校门口 还有十分钟果果就放学了 大伟等一下你去接他吧 我不去 你接去 早晨的事 一直到下午放学 还有情绪啊 这不是情绪 这也不是生他气 这是态度 人家早上那样把我怼一遍 然后我现在还PDRP 去接他去 准备跟儿子冷战 不理他了 最起码他 向我那个道个歉 是不是 还挺拿得住你 都没道歉 我就上崖子去接他去 早上 那一句话多伤心啊 你闭嘴 等一下我跟他说说 把他爸给气着了 我不去 你去 接上果果了 今天天气挺好的 风也不大 果果 咱们去京会广场玩一会儿 玩上半个多小时再回家 行 你爸爸今天有点生你的气了 你知道吗 就是早晨 早晨你那个举动 他现在不想理你怎么办呀 等一下 没人陪你打蛋球 我跟果果走在前面 大卫一个人走在后面 跟我们保持了好长的距离 气氛有点尴尬 果果 刚才你在车上 怎么不跟你爸爸道歉呢 不知道还生气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看他都不理咱们 主要是不理你 不过你今天早晨 为什么脾气那么大呀 喊你爸 闭嘴 说说 吃不了了是吗 那你可以好好说呀 你说爸爸 我早晨没胃口 吃不下了 你为什么 那样 那样情绪化 我跟你爸是不是平时 都没有这样喊过你 闭嘴 是不是 我们都没有这样过 你爸早晨就想让你多吃一点 让你吃好一点 吃饱点是不是 你说你早晨好好吃饭 是不是长不高 你爸都是为了你好 你现在能感觉到 你有点说的不合适 有点做错了吗 那感觉出来了 那你等会儿跟他道个歉行不行 他就不生气了 他就跟以前一样 你们俩就又和好了 行吗 好吧 其实有的时候 你你做的呀 或说错话了呀 什么的 没事 错了的话 你跟他道个歉就行了 知道吗 别老是那种不好意思 人有的时候 就是会做错事 或说错话 然后说对不起就行了 行吗 伯伯快点 你爸爸撑不住气 上前追上咱们了 他主动来找咱们了 你去说呀 怎么了 怎么了 哪里错了 不该对我好 我为什么对你好 你说一下 大人说 让你多吃点 那么小个鸡蛋 你吃一口就可以了吗 他已经向你承认错误了 你怎么还是这种态度 狗狗 妈妈跟你说 你可以跟我们顶嘴 或者发表不同的意见 但是你不能明知道 大人说的是对的 还乱发脾气 不听话 知道吗 你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是不是 早晨能不好好吃饭吗 你看你 给你说正事呢 你是不是让我以后不要管你了 需要管你吗 早晨你爸爸说那以后不管你了 你还没事是吗 我一个人管你就行了是吗 我一个人能管好你吗 你给你爸爸好好说一下 把你做了 以后能不能那个好好吃饭 感觉现在果果七岁多 已经到了一个阶段的叛逆期 他没有两三岁的时候 小的时候那么听话 有的时候晚上叫他早点睡觉 早点刷牙洗脸准备 他也就是看电视 拖延 然后磨磨蹭蹭的 我觉得 现在孩子还不像他小的时候 那么好带 那么好教育 虽然他自主能力强了 但是想法也多了 慢慢的也有点那种独立的意识了 今天把大尾气的 怎么看他现在还是闷闷不乐的 你知道为什么果果 平时经常冲你发脾气 基本上还比较听我的吗 我太宠他了呗 你知道 因为有的时候我对果果还是比较严厉 他不听话的时候 我也会有的时候严厉的批评他 有的时候特别生气的时候 我也会打他两下 但是他现在上小学了 我基本上不打他了 就是以前那种 把我气急的时候 我也会揍两下屁股上 大尾就是从来舍不得打 也不骂他 也不是骂他吧 就是训他 他管教的比较少 现在孩子反而不太听他的 然后还容易冲你发脾气 就不让你说他 你的意思以后说 也不能过于腻 以后你就 因为以前大尾的那种想法 就是家里有一个人管就行了 另外一个人不要那么严厉 就是慈父严母 或者是严父慈母 反正家里有一个人 他害怕就行了 其实你以后正常 该说他要说他 因为孩子吧 你不能太宠 宠生那种小皇帝什么的 以后真的没法管 你说呢 等他他十三四岁 那个阶段的叛逆期 怎么管呀 我也深有其会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宠的像 不要太慈爱 你看你早上让他 把那个一个鸡蛋吃完 闭嘴 多伤人呢 是吧 这一看还是亲伴 儿子给道个歉 父子俩瞬间没有隔阂了 又陪他玩上了 假动作